音樂在意大利的家庭佔有重要的位置 小提琴、鋼琴和歌劇都在這裏誕生 至文藝復興,意大利就是音樂的重鎮 除了文化、靈性追求之外 亦都展現出宗教或者城邦之間的政治經濟各領 所以音樂的作品都百花齊放 意大利人,喜歡音樂,享受音樂 他們除了懂得玩,還懂得唱 就算在家裡一家人吃吃飯都會唱歌 音樂對他們來說,不僅是生活態度那麼簡單 而是歷史和文化的傳承 香港有沒有這種傳統呢? 其實不少傳統學校都有保留這類文化 就好像聖保羅書院 二戰後,香港從物質頻發之地 發展成金融中心,生活得到進步 學生亦都從早期參加合唱團 到現在參加管弦樂團,又或者夾band 經過五六十年的發展 學校亦都培育了不少的音樂人 就好像合唱指揮,陳仿相,扶潤光,趙百成 男高音,呂國章,吳智勝,鋼琴家,郭家特 歌曲監製兼電影配樂謝國慧,寫唱佳能的林紫陽 樂隊主音歌手布志倫等等的音樂人 畢業之後都會回來學校參與活動 甚至幫忙學校的音樂活動 除了這樣,很多學生都受到分圖 培養出對音樂的興趣 好像陳佑南,任志剛和馬豪輝 雖然在政商界都顯赫有名 但到現在還會回來學校參加合唱團 和一班師兄弟一起唱歌 就好像一個大家庭一樣 在去年,聖保羅書院合唱團去了意大利交流 在都齡參與Fastival Europa Canta 認識了當地的作曲家兼指揮Cadario 獲益良多 今年,他就會來香港交流 任著校藝術家再和同學拆出新火花 所以,聖保羅書院連同聖保羅書院同學會舉辦 以家為主題的音樂會 希望觀眾可以欣賞到兩地文化的Crossover